追追追 新北市环保局稽查员追到树丛边大喊 来边倒菜 菜菜菜菜 稽查员向左转身 树丛后面原来藏着一位身穿蓝色衣服的民众 躲猫猫到此结束 这里是新北市树林区民权街一段 12号中午环保局接获民众通报 有可疑人士在附近假借整地之民 用铁皮围粒圈住农地 行偷到废弃物之时 不过近800坪的农地 怎么稽查搜证 环境稽查重案组出动空拍机 因为这种防保犯罪一般来讲 他们都会比较隐秘 而且犯险都比较小心 尤其是他的地区又比较反观大 他们会派很多人员在外面做一个巡查的动作 一般我们稽查人员要接近也不容易 我们才只能使用空拍机的部分 从空中去做搜证 机查员从空拍机画面中确认砂石车的进出 还有挖土机的掩埋作业 便与警察并分两路 蓝查砂石车司机及进场机查掩埋场地 现场追不到阳性砂石车驾驶及逃往述从的陈贤 但是绰号羞羞的挖土机司机 人在追漆中 机查员用铲子挖出包括水管泡棉等土木及建筑混合废弃物 而且经调查 嫌犯也曾于树林区其他农地非法请到剩余土方 再加上他们在工地在路口用对讲机沟通 做法小心 怀疑是集团性犯罪 对他们的人员一直都是有用对讲机在沟通 那可能不是只有在工地或者是 那个农地的出入口 可能在前面的路口 或者是甚至比较远就会有人在埋伏了 干俊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规定 将移送地检署侦办 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1500万以下罚还 环保局也呼吁 民众若发现类似此案的异常行为或污染事件 且立即拨打1999 警察员将尽速前往保护新北土地 记者聊安静的美学院树林报道